侯子長哇真的如你所料 今天CPI公佈出來是7.1% 還有經濟日報選股 銀邦天天創新高 今天大漲7% 重點是標題寫說 果真按表操課CPI見7.1 台股有機會突破15200點嗎 當然會突破15200點 而且是農曆年前 為什麼 因為我推背圖已經獨家預告一切 而且我還告訴你 最有可能是落在7到7.3 果然是7.1% 台股何去何從 我昨天也介紹很多起握選擇權 現在是不是該獲利了結 還有我昨天要壓大盤 我先壓台積電 台積電到底獲利了多少 台積電目標價是什麼 會不會填權息呢 還有好多的標股 經濟日報的標股 我獨家的介紹 通通在我們今天農曆環節 你不看你真的會後悔 認真 你不看你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都那 今天是12月14日 台股開盤14557點 中场收在14739点 涨216点 昨晚公布美国CPI年增率7.1% 低于市场日期的7.3% 也许有利于联准会偏割的态度 因此美股四大指数开高走低 但仍然有收红 为什么尾盘涨幅收链呢 但是看到台股大盘 今天是一路走高不回头 有可能会突破投资长所说的 15152点吗 后续盘式解析 我们交给经济日报选股冠军记录保持者 同时也是全台湾LINE粉丝人数最多 演讲讲座场爆满 这一周欢迎了分析师郭哲荣投资长 投资长好 Luna各位同学大家好 大家好 投资长真的跟你预料的一模模一样样 昨天你就在节目上大胆预告说 最高几率CPI会落在7-7.3% 完全正确喔 是 完全正确 同样我不是像一般人讲喔 7.3% 华尔街预测多少 我直接告诉你答案是什么 我郭子龙最喜欢直球对决 这就是我的个性 所以有些人喜欢的我很喜欢我 不喜欢说啊指责不准 为什么指责你会绝不准 啊你看我节目看一集 啊你只看几集 你相信我只相信一个月 你怎么赚钱啊 你告诉我你怎么赚钱 你真的知道我的预料就知道 像全台湾全世界的分析师都在讲CPI 我到底讲了多久 我讲了半年讲了一年欸 而且我直接跟你报告你推背图怎么走欸 全台湾只有我这个尬词而已啦 你去找哪边的人你是 我讲话大声怎么样 我错评是怎么样 我就是直求对决男生 因为我除了对股市有不一样 领先别人的直觉 我也比任何人都认真努力 我昨天多少时间发布文章 发了多少时间 等一下给大家看 9点半 9点半啊 9点半是不是数据资料吗 直接往上抽 9点我就跟你讲准备好了 有 你在赌四足 你为什么不压这个 赚比较快 比较稳 你真的了解每个人喔 你真的了解每个人喔 你一日求名你去赌这个东西 你不是机率降低吗 嗯 我不是要讲你 我是告诉你机率可能性啊 啊你多研究股票 这还比较适值欸 是不是 数据资料没有知道 你今天就要要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想一下 梅西啦昨天双盘啦 过人啦很厉害啦 到了最尾端 然后就传球给别人啦 是不是 然后勒 然后勒 然后你怎么会突然巧抽筋 巧抽筋怎么办 嗯 那你为什么不做这个东西 对啊 你懂吗 是 你懂吗 所以同学们 你去想看两个分子 9点30分 9点跟你讲 9点32分就发完文章了啦 大家给你看啦 两点再给你一个文章啦 你懂吗 对 好这跟你讲 好你继续说 好来 那台子企业盘真的如投资长所说 90度向上几涨喔 那我们经济日报选股呢 银帮天天创新高 今天大涨7% 还有材料KY也是很有料喔 今天有2%的涨幅 重点是呢 昨天投资长带会员进场买台积电 真的 想问投资长真的有机会突破前高15152点吗 呃 当然是有机会啦 好好好跟大家讲啊 暗表操课 你问题讲完了嘛对不对 是 好暗表操课 我跟大家讲啊 不要说泽泽臭屁啦 来 你们看一下这件事情 这个图喔 给大家看 你们看一下说 喔泽泽真的是佛心来的分析师 怎么会有这种分析师啊 你看台子旗啊 所以你看这边 线旗有点细齁 粗一点 台子旗这样挤拉90度 诶是90度了 对 没错吧这给你看一下 喔这线有点细 几拉90度啊 什么事啊 9点半 9点半啦 诶这没时间 好不好 9点半这不能造假啦 是 拉上去长多少点 221点 喔这边有这边有 谢谢谢谢 9点32分我接完图 然后传资讯给大家 9点半没错吧 我最近这晚上标题是没错吧 是 我最近进步标题 那看清楚看清楚喔 来你要是这样分析师 来我们跨界 好谢谢你喔 来马上看 对昨天夜盘涨221点嘛 那今天大盘是涨216点喔 喔没有昨天后来夜盘涨不到100点 我讲是9点半的时候 对好一点开高走低 好没有关系 来好开高走低 我们要注意一下 是9点半的时候拉起来 嗯 那我们来看一下 美股也是尾盘的时候涨幅收链 也是涨幅收链 对谢谢你继续我们 是 来来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淡姐喔 好 9点32分没错吧 对 我发文章 9点半 我直接 发这个文章啦 9点半 2分钟内喔 我写这么多 预估7.3 实际7.1 符合我说的 落在7.7到7.3% 是最大可能性 一个分析师 是要把所有的机会准备好的 不然你花钱参加会员干什么 你要找一个混的分析师怎么办 我不是要叫任何分析师喔 同学 因为很多同学在看我节目 拜托你们 是 我没有要给你们对话入座 我不喜欢攻击你 我跟你讲 可是我要讲清楚 你要同样的钱 你就要花最值钱的嘛 对不对 我问今天是没错吧 对 对 你要 你如果是老板 你要找就找最划算的员工啊 不就这么简单吗 嗯 是不是可以给他钱多 可是效率要极高 来年看一件事情 9.32 如果说怎么写的 你还问我怎么写的 但是先准备好一些啦 7.3 我以为投资长是搭时光机回来 2分钟可以写这些字 是 30分才知道数据资料 然后告诉你这边 然后符合最大可能性 通膨这些下滑 有看到 有 台子大展200点看到 7.1 30分才有没错吧 然后30分其拉 台股将会卖向万五 突破一万五千两百点 这个你看今天大展 然后你看大展以后 我网路上一堆人在叮我 相信泽泽 9点半其拉对不对 先跟他讲昨天分很多段 我们请我们 助理把那个PTT的那个连结 马上先给我 马上先给我 我一定要好好回应 不是叮PTT的网友 9点半之前有文章的时候 还没办法说 泽泽有没有对啊 准不准 9点半以后 泽泽是神 然后杀尾盘 哈哈笑死人 阿金在拉你知道还我公道 嗯 差不多两百多点耶 你做一口你可以赚四万块 昨天尾盘下山 你今天找盘的时候 你还可以再买 选择权也是一样啊 我还告诉你怎么样 我还提醒你 不知道买什么周选择权 是买月选择权 月选择权最多还可以涨一倍 昨天最高要来到188 一倍 你如果你给人家 10万就是20万 一样100万就是200万 看你是不是赌徒 随便你 不行 你也可以像我一样 你怕 你看我一样怎么样 买什么 台积电 买台积电没有错 是 台积电Luna你看清楚 怎么样 请买进2330台积电 昨天的码对不对 你念给我听 念到这边就好 好 那挂在470 重新念不好意思 好好 请买进2330台积电 挂在475元买进 投资长看好今晚的CPI 数据位于7到7.3% 这件事 看好什么 7到什么 嗯 位于7%到7.3%之间 答案是7.1 是 诶我可以很不负责任的讲啊 我说我告诉你啦 那个CPI喔 会在7.7以下 阿不是废话 现在很多财经节目 好多人跟我讲 我说投资长 月大型的财经节目 我们要指谁 因为都是人家跟我讲的 他们讲的 他们讲的内容 好不容易讲CPI 上个月都不讲阿 你有看到这现象吗 上个月都不讲 都讲一点点 这个月都好像学哲哲一样 或者有目共睹 知道华尔街很在乎这个东西的 然后才讲 决定行情最重要的不是这个吗 是 先有国才有家 我先有大盘 我才有个股 我大盘都预测不准 我怎么预测个股阿 我怎么获得我180% 历史上 经济日报 这是一二十年来 比赛大概十一十五年来 没有人突破我这样的记录 上一次的记录是95% 我突破的 就是我创造的 对 我会再突破180% 不然你以为开场这么多演讲观众 是开玩笑的 你不认识哲哲 你一定是股市菜鸟 因为华尔街的分析师 也不敢像我这样预测 有啦 他有说6.9以下 可是我直接告诉你 最大可能性是什么 对不对 是 来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 我说什么 我买台积电对不对 475元对不对 是昨天一开盘就买了 开盘买的话 其实应该不到475元 什么意思 因为后来有下来 开盘是更低 开盘是更低 可以看双牌价 好 来我们直接看昨天开盘价叫 我看一下 台积电 昨天开盘是473 好 473 你们记一下 473 今天最高来到多少遍 今天最高来到480 哦 一张赚1万7耶 是不是 这时候不管 今天只要攒9块 9块又怎么样 9千块不是钱 你们心自问 你可不可以买到20张的台积电 你就可以赚20万 赚台积电的钱很稳当 你有没有每天在跟我讨论 明天除全息2.75元 会不会填全息 你今天可以让你填三次填全息啊 哼 你们知道没错吧 对 啊为什么你不买 台积电那么稳 你觉得台积电会失败吗 嗯 所以你要这样的问题是 我从小的选择权可以赚一倍的 100%的一天的 到期货了 期货现在 结算了 已经一口已经 以前7万多 现在已经十几万了 那赚4万块 200多点不是4万块吗 40%的 我可以从 赚你赚100%的一天 或是40%的 期货 齁 期货如果一口保证已经是10万的话 现在赚4万多块 是40%的 我不认识赚100% 赚40%我都告诉你怎么做 昨天有教你吧 是 还也告诉你那不然最稳的就是台积电 那一张我也是赚1万块 来 23就赚20万 对 你要看你要先看看这样的分析 那这个你看是推背图 来 看完推背图 再跟大家讲一件事 来来 我们还是要讲一件事情 为什么说要讲这件事情 昨天是凌晨真的 真的挤拉嘛 对 你看 看一次哦 9点30分挤拉对不对 几分钟写完 9点32 2分钟写那么长 你有办法向我打字这么快吗 同样的会费 同样的会费 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标股 你要不要找最认真老师 好 这是9点32分 你说什么 这么多 是 真的很多 2分钟内哦 2分钟内哦 好像5分钟内 其实2分钟写完了 因为发出去9点32 我还按发出去哦 好 既然我是有些 我有些写过要复制贴债 也要几十秒 你懂不懂 对 我的一天是别人的100天 就这么夸张 我一天是人家10天好了 那你赚钱速度 会不会人家10倍嘛 好 来 看完就算了 再看这个东西哦 我们看这个东西 你就觉得很 很surprise 你看 9点半的时候 这边 这边我怎么念 9点 因为杀尾盘啊 对不对 是 台股还是涨 应该是台子期啊 说错 因为实在太瑞了 你看他一些什么 几点写文章 凌晨2点 是AM不是PM哦 PM是现在哦 AM凌晨2点哦 对 你看啊 我说现在只是获利了结 全世界这次有太多人 事先压保CPI数据 还没9点半的时候 小到全在前两分钟 就拉了白一点 所以我告诉你 下次CPI不会那么准啊 啊怎么办 啊你因为股市 股市是这样子 一次 两次可以临关 第三次全世界都知道的时候 就没有用了 可是 这是CPI 可是我告诉你 CPI数据下滑股市还是会涨 可是那个急拉 行情 很难在线 因为太多人压保了 这次就有点卖压了 听得懂吗 记起来了哦 下次你不要说 下次CPI是CPI 股市是股市哦 你听不懂没办法 反正我就讲 左边是左边啦 右边是右边啦 先跟你讲 那听得懂为什么 除非急速下滑的很夸张 那看清楚哦 我是不是有说过 7.4到7.7 几乎不可能 我有没有这样讲 有 我说7到7.3 一个是10% 一个是50% 一个是40% 这边 7到7.4只有10% 你知道吗 10%算很低啊 是 7到7.3是多少 50% 最大可能性 7%以下是什么啊 渐6 渐6 上万6 我说不论这个或这个 就是要突破15152 就要突破15200点 因为前波高点就是 15200点 来看看看我的图喔 看我的图 来来来来 这边 就这边啦 突破这个新高 这样懂不懂 懂 突破这个新高 不要说我没说哦 不要说我没说 容易年轻喔 你要不要赚这一波 我抬今天一天赚一万 你选择权 昨天晚上你就可以赚一倍 期货你就可以赚40%左右 40% 1000万就是400万 我都告诉你怎么做 是属于你的风险个性 属于你的风险平性 属于你的风险到底属于哪一种人 我可以做 我可以把你来生定做 只要你愿意我 相信我 愿意参加我行列 我在讲一件事情 如果你真的自认为 你是非常努力在学习的人 你去告诉我一件事情 所有财经节目 你去回去看一下网路上 他们都怎么样 都迈入我们一样 都是网路节目了 也会在网路上办YouTube 上个月是不是几乎没在讲CPI 七秒淡写 为什么这几天开始讲CPI CPI影响最大的不是这一次 是上一次耶 对 可是上一次我花更大篇幅耶 我每天都花那么多篇幅耶 你要的不就是一个低迷分析师吗 你就会发现到 讲暂停板每个人都会 讲这种国际的华尔街的数据 只有我最会 到底谁的暂停板才是真的 到底谁的暂停板才是真的嘛 我没有说别人是不是真的 我讲你版就是 却真 却真万确的事实 就是事实 这就是老天上给我放直 很多人听我连线说 阿嘖嘖發音 不怎么样 的确啊 我发音就大舌头不然怎么样 可我认清我自己 我不花时间啊 我还去上过那个 罗斯福路上面的国语 国语日报国语正英班耶 那时候八千八 我看现在不会一万多了 然后怎么样 结果上国语正英班的 只有两种人啦 一种是怎么样 要准备当主播的啦 另外一种是什么 外国人啦 我快被他笑死 只有我这种人啦 我还是学不会正英班 然后怎么样 可是老天 帮我关上窗 帮我开另外一个更大以上门 我的直觉 我的天赋 我会阅读障碍症啊 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你好考试也不会考很他 你这样正大好像还不错 可是我根本就觉得 你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叫阅读障碍 可是老天帮我关了一扇窗 我读书 我有时候读 我练练练练练练下去 一夜而已我可以花三个小时 有时候运气好 可以花两分钟就看完了 只要我没有分心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分心 什么叫专心 一辈子也蛮好知道 直到那种 到时候吃那种 医生建议我的利他能 然后我发现 哦原来专心这一回事 原来这叫专心 原来这叫不专心 快到三十岁也知道这件事情 可是从此以后 我也不喜欢靠药物 因为我让我了解 这就是我的天分 所以我天分 我就努力地工作 我努力地做这些预测 你不会除了台湾 你不会发现 像台湾郭泽泽的分析师 你要不要猜猜最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我要跟你讲 其实凌晨 你看凌晨两点半 凌晨两点半 你要不要找这种 凌晨两点半的分析师 是 有谁必须努力 九点发一篇 九点半发一篇去 然后呢 凌晨再发一篇 可是我所有的文章 都发在画面给我 Telegram 我只有一则文章 昨天上篇文章嘛 一则文章发Line 大家多或许许许许 全部都要加 这样懂不懂 这三个加而已 Telegram 频道 Telegram 个人 私讯我 这个重点 这个要加 一定要这个加 好不好 这个加才重点 真的懶得加你的Line 把它加上去 好不好 把他拉加上去 然后最后跟你讲一件事 来我今天的标题是做 果真照表操课 怎么样照表操课 我刚才讲的嘛 对不对 我们快速讲 7到7.3最有可能嘛 这50%嘛 这10% 40%嘛 所以这最大可能性是 你不相信对不对 来我们看一下重播 快速看喔 我要跟你讲我的几率啊 这边大概4成 嗯 40% 这边大概50% 这边大概10% 这边更低 啊这样说我意思吧 这几率很低的 这个50%就越多 啊40%也是准备好 所以只是到底要做小多 还是大力多而已啊 所以今天你没有买进 你真的会后悔 没关系 你明天要看我臭屁 没关系 我每天播重播 气死各位 我每天播重播 气死各位 气死你啊 欸 露拉 我跟你讲一件事啊 你在看一次这个图喔 是 你真的说到做到欸 是不是我气死你们 就气死你们啊 我告诉你 那现在要突破15,200 15,200是低标喔 现在可能500到1000点 你能不能赚 你看 过年前最好做就是12月 12月最好做下半月 所以你一点都不此 今天几号 十四号 明天开始要下半月了 你要不要像第一时间 打电话来参加行列 要 来看一件事情 这50%40% 我跟你不负责 我告诉你就7.3以下 因为华尔街只预估7.3 克里夫然联储 欸那边是很多 美国教授级博士级的欸 在那边工作欸 预估7.49 我过程何德何能感预估7.3 是凭我的天分 我只是讲天分直觉 但是要逻辑 我最强的是逻辑 不只是直觉而已 是逻辑加直觉 可是我直觉 建立在大量的逻辑思考下 我没有说如果我是8倍特等级的 我一定会靠关系 认识白宫秘书 告诉我秘密 会 因为白宫秘书已经两次告诉我了 他知道秘密是什么 他知道CPI是什么 没错吧 所以美国股市先涨 所以代表是什么 是7.3以下 答案不出来 因为PPI告诉你 只要高 比预期高一点点 照跌 礼拜五不是照跌吗 PPI也是通膨的一种 消费生产者物价指数 这个 producer 那是C是consumer 消费者物价指数 所以PPI已经告诉你了 一定要低于预期 才会涨 所以就是7.3以下 我可以很不复仇 告诉你 就7.3以下 那就90%啦 更整 我告诉你 我这个人就直求对决 所以我告诉你 看一下我直求对决 来 这些都真的 你想想看 有谁能像我这样预测 到底谁展立马 是真的 我不会去攻击别人 可是我可以告诉你 我可以很大声告诉你 我可以很至少告诉你 我的就千真万确 就是真的 因为没有 台湾没有一位分析师 甚至华尔街也没有一位分析师 像我这样直接 预测盘势 然后告诉你 国际股市最重要的数据资料 就这个 联酉3034 股价散展 穿一个月新高 持股获利虚报 没有错吧 对 来来来 持股获利虚报 3034 然后 投资长今天外资买超145亿 我昨天是不是告诉你 昨天外资卖超更不重要 因为那些外资 跟我比差太多 因为他完全不知道CPI数据 我已经知道了 我没想讲吗 你没关系对不对 我再播重播气死你 没关系 来来 这边 重播气死各位 继续下一句话 好 来 不会啦 你们是我粉丝应该最近都有进股票 好不好 所以今天台股跌根本就不重要 今天台积电 我跟你讲一件事 今天外资卖根本就不重要 根本就不重要 为什么 因为这一批外资不会是最认识 白宫秘书的外资啊 我管他卖不卖 我问你件事啊 如果CPI下去了 美股会涨 会 美股大涨 那台 明天外资会被大买 答案不就出来了 是 没什么好想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来 姐姐讲话充满了自信跟臭屁 可是完全命中 我是外资管他卖不卖不卖不不重要 今天不是乖乖听话吗 我叫他回来就回来 求老师买盘啊 是 不得不求老 不然就陷入求老里面 陷入那种股市的求老里面 救救我 那些外资懂CPI吗 有我懂嘛 有我懂应该研究助理比我多很多啊 来我们来看一下 来真正的数据来 再看一次 刚才公和联友嘛 中心店 1513 这都是普通会员简讯 我没有跟你很奇怪 没有跟你什么 完全你听不懂的会员简讯啊 齁 你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齁 你知道吗 就普通会员简讯 我演讲人数一场2000人 不会一位的会员都没有 这是最入门的 入门店给我听啊 来 恭喜1513中心店上涨4.5% 收盘价创下两个多月新高 好谢谢 手上怎么样 持股获利续报 1513 有讲 只是没有花那么多时间而已 这个线型要喷出去的哦 不要说我没说哦 我去就算现在镜都来得及哦 好不好 现在镜都来得及 好不好 啊对选择全这东西哦 你要出就出哦 因为选择全是高风险哦 你没有我手把手拿到教你 你还有我负责的 没办法 反正现在至少我赚钱 好不好 就算在尾盘之后攒一点点 还是攒 没让你赔钱齁 其我也是一样 你要出自己出 我有其我分寄师 资格我也可以带简讯 我比较偏向软体啊 简讯我们很复杂 除非你资金够大 好先跟大家讲 那有的话你再参加我行列 你再打到来也都可以 我先讲风险好不好 元泰要破底的时候是一直讲 那没错吧 对 结果元泰这边我说过 150、160这边要守 结果元泰今天怎么样 今天上涨 拉尾盘 UP就是CPI数据 如果今天CPI数据不好 元泰能涨吗 那没错吧 对 如果CPI如果没有下滑 是赡扬的话会涨吗 我说没错吧 嗯 所以你看元泰是不是涨了 这代表我们讲的在前面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3035的资源 这个也有的 我们也是我们的股票嘛 来 资源也是再插一根 线型要喷出去的喔 我现在跟你讲中心店 跟资源的线型很漂亮 元泰线型现在还不漂亮 好我都讲实话 我因为我敢直求对决 全台湾你去讲一件事 但越多人讲CPI 但越多大型的财经节目 点阅率非常高 然后三万以上的点阅率的成节目 越多人讲CPI 只是代表我郭忠 半年前就看得比他们的歌更远 这是事实 没有人会挑战我 因为从头到尾 你看到 路然你也看了那些节目嘛 很多节目 我们不要讲谁 因为变成在针对谁 所有的节目都是一样 会像我这么按表操课 跟你讲那三格怎么做嘛 然后几率吗 不太会 不太会对 你会跟你讲一句预告嘛 或怎么样 可能低于7.3 可能类似这样子 华尔街是怎么样 克里夫人联储 这个随便查新闻都可以 我不是新闻评论员 我是全台湾最专业的分析师 郭哲隆 不好意思 来吧 我是全台湾最疯狂的分析师 你们在熬夜看市主 我在熬夜看美股 这就是我财富跟你们财富 可能差别最大的地方 市主我也会看 可是我看一下而已 你知道怎么看吗 我看重播就好 我看进球的 你能不能知道 是 我看进球那几秒钟 精彩重播的 就看那几秒钟 会不会 足球其他事情都在踢一踢去啊 我会想睡觉啊 是 我看那个也是为了要跟上风潮而已啊 0050你看拉上去 如果那时候丢6000万 你现在从赔600万 你现在赚到快400万 0054你不用问我 我就跟你讲了 如果我自己的 我除非赚1000万才走 我已经讲很清楚了 我过程说话就算话 你们不用考虑我 不用考虑我了 就算我破产 我信用也不会破产 好记得这句话 就算我破产 我信用也不会破产 而且我不认为我会破产 我财富已经自由了 我认识跟大家讲 我认识跟你讲 这是我style 这是我风格 来 4919新唐 我们刚刚讲一些 要准备突破的第一根的 也准备要突破了 这些都有讲过 好不好 那我马上来跟大家讲一些股票 2330台积电 过年前也会突破500块 有人说500块不会突破 那是他不了解CPI的威力 好不好 阿哲哲你那时候说CPI见6 台股3万6 你没有准啦 CPI没有见6 我刚才有没有播重播 我说最高的几率是70到7.3 没有错吧 是 我就知道你们会乱质疑我 这不就是符合预期吗 我告诉你 这样行情慢慢涨 你才有机会 我今天进行涨再涨500点 你也不敢进场 这没什么不好 CPI只是注定会在下滑而已 慢慢慢慢温水煮青蛙好不好 那今天有第二个 今天2609阳明又落了 可是我觉得平常心 我觉得 我觉得记清楚 我认我个人认为 西运价在最晚在两周内 在零礼前一定会反弹 反弹完以后再买就好 这一次是测试最后的卖压 因为12万张的卖压 卖压通过以后 如果股价还没有破底 破这个底 注意 破这个底 破这60块的底 是 要收盘价要收盘价 还没有破60块 我告诉你 那60块就是底部了 就底中之底记起来 因为他12万张卖压也可以突破 也可以也不会跌破 第二个运价又下滑了 准备散扬了 所以你要做这一波抢反弹坡 你要跟着我 你有货柜三球 你一定要跟着我 你想做货柜三球 你不跟着我你会后悔 像我这样子的 我跟你讲 不只是不离不弃 是我兄弟 我已经抛弃杨敏 我照样讲了 懂不懂 我已经抛弃了 已经不是我的了 你懂不懂 我已经抛弃了 已经不是我的 不论是你不要他 还是他不要我 我不在乎 可是我已经抛弃了 我照样追踪 哪有像我这样的分析师 好不好 最近有重新再买了一点点 可是我在抛弃他的过程中 我照样怎么样 照样 讲 你要找负责人分析 最后我跟你讲 这个跟股票没有关系 可是我要跟你讲 接下来很多分析师跟你讲 中断利率 但是我不是要针对谁 中断利率有下滑了 这个Fatwatch表 他本来是 本来是预期 5到5.25 最后最高可能 明年最高只会到5%而已 所以再升4码就停止了 再升4码就停止 包含明天凌晨3点的 所以明天凌晨3点的 我如果没有睡着我就会讲 可是那个不重要 因为那个没有CPI重要 好不好 因为CPI决定他的讲法 不是他讲法决定股市 是CPI决定讲法 减法才决定股市 借着这句话 是 所以不论对货之后 一切一切我预告在前面 最后同志没有 我要跟大家讲 就讲一件事喔 联永也是要准备突破了啦 AB2宅板 一样 8046南店 我要再买 要再买 联永要突破了 联永看到中芯店也是一样 好多是要突破 好多突破 看到 这些都是我在讲的股票喔 只是花时间长短而已喔 这股票都要突破 3035资源 不要再突破你说我没讲喔 我最开心的是台积店 幸好你看一天可以赚一万块 幸好我没有一下突破五百八 五百块 甚至六百块 我跟你讲喔 不然你就少赚好多 赶快来 趁现在没有 我按表操课 我就想一万五千二 就一万五千二 2388威胜 阿姨我要努力 她也是准备要突破一根 她在洗盘啦 不要说我没说 最后3693你刚才讲的 是 银班吗 是 经济日报股票 你看我还都不屑什么讲 因为我觉得你根本就来不及上车 我对你多好 你看天天已经连续了 三天了 我在这边选股 我照样给你选 我照样秀给你看 这就是你要的分析师 这就是你要的绩效 你看这种股票 看一下银班 银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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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上去 这种股票拉上去 你看这几% 80块 走到100 一周多的时间 40% 40% 去想想看你要怎麽意思 想清楚了好不好 全台湾只有我这能力 全台湾只有我最疯狂 晚上9点钟会给你发文章 9点30分 给你写完文章 9点30分 数据一出来 2分钟写了700字文章 发出去 这就专业 凌晨2点半 开高走低 告诉你今天台湾股市 炸样会涨 就是要这样欺负我 这样的疯狂 我才值得你加入 不是吗 想清楚了 你要这样的绩效 银班这样的绩效 这样林勇 这样中心店 大展的绩效 还有像 譬如说 AB2载版 逢高国力了结的绩效 那你要来电洽群 0800668085 0800来来80085 我已经划线给 华尔街的美股走 我划线给台股走 剩下的是 你要不要决定你的人生 怎麽划线给自己走 好 能力年前突破15200点 预祝各位能够赚到钱 欢迎帮我们影片留言按赞 想要知道更多台股操作技巧吗 可以拨打我们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我们等你喔 拜拜 观众朋友注意喔 最近诈骗盛行喔 我只有三个官方帐号 除此以外都不是喔 LINE小组S178 Teregrim官方频道 小组A178 Teregrim私人帐号 小组S178 178 注意喔 我没有什麽前面是Z的帐号 或者后面是A的帐号 这些偷偷假冒 只有这三个帐号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 觉得有深度的 还蛮准确的 欢迎按赞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接收 还要加我们的LINE 以及加我们的Teregrim 我们的LINE跟Teregrim 都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喔 谢谢各位 摩尔证券头部 080066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是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